虽然花莲县日前有三处银法健身俱乐部 但却都集中在北花莲 瑞穗香农会对此积极争取 并向慈大清营银法俱乐部观摩取经 并获得花莲县卫生局的计划支持 5月顺利的在南区设置9453银法竹健身房 老农们趋直落雾 每一堂课几乎都是不缺席 而健身增加机耐力相当受到欢迎 瑞穗香农会9453健身房学员 前几堂课经过健身教练专业调查评估后 这一次开始进入正式训练课程 从暖身到实际上健身器材操作练身 各个假倾就熟 开心的锻炼身上每一块肌肉的肌耐力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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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 第一次 我们在研发组他一定会有这种课程 看似复杂的健身器材 在运动科技的导入 再加上教练说明指导操作下 每位学员认真仔细的完成 一点都不嫌累 年岁大的人要去挑战 我们只是要做健康 来做健康 让肌肉不要流失太快 那也才会激少症 我们这次特别跟花莲县政府卫生局 做了一个合作 那透过一些健身机材 跟指导教练的一些指导 我们希望能够维持住 长辈的一些激励 避免长者因为肌肉的流失 造成跌倒 然后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一些伤害 若是将农会配合农业部 推动绿色招护站 提供农村饮法族共学共餐 四年多来成效卓助 为了维持农村长者们身体的健康与活力 农会也积极向县卫生局争取计划支持 透过了县政府前往慈大清营 营法俱乐部观摩取经后 五月份顺利的在农会绿招站设置9453健身房 提供农村长者专业健身训练 防治肌手症的发生并强化积乃力 我们目前开设的班别有礼拜二跟礼拜四 那总共有30位的学员参加我们的这个激励的一个训练的课程 那我们希望说在未来的部分 能够拓展到我们所有的这个瑞税的文件站也好 或者是老人会也好 我们希望超过65岁的长者 或者是我们原住民的部分是55岁的长者 都能够来参加我们的一个基地训练 花林县卫生局在县内推办三处银法轴健身俱乐部 接集中在北花莲地区 五月份设置完成的瑞税项农会9453健身房 则为中南区第一个示范店 透过运动指导员运动科技的导入 逐步推广健身运动风气 让长者能够在地健康生活 一样天年 记者石玉兰瑞瑞瑟采访报道